明星其实也是人 无非是职业不同而已 当然他们赚钱多 光鲜亮丽 经常前呼后拥 都市人 他们有癖好也可以理解 但他们的癖好真的非同一般 有的吓人 有的尴尬 国际明星张子怡凭借一部《卧虎藏龙》竞升为国际明星 后来嫁给摇滚歌手汪峰后遇有一双儿女 汪峰曾在王牌对王牌爆料 张子怡喜欢看开棒的直播 还亲自买了八十多个棒回家开 汪峰凌晨四五点上厕所 还看到老婆在看开棒直播 其实张子怡这个癖好也不是很吓人 只是她如此着迷令人不解 因为疫情 可能她很少参加商务活动 契约可能也不多 所以在家照看孩子 而且上有老下有小 为了排解烦闷的方法 看开棒其实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三个少年的上一期节目 张子怡现身节目中开棒 而且手法熟练 大家可能都有点遗憾 这么优秀的女演员没有戏拍在家开棒 这完全就是资源浪费 其实张子怡虽然是华人电影讲大满贯得主 但她也有困惑的地方 因为没有足够吸引和打动她的剧本 大满满很多都无稀可拍 但杨子琼五十多岁还一直很活跃 主演的新片反响非常不错 还有汤维主演的韩国电影 也入围贾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希望大有作为的张子怡在家开棒 这真的可以吗?周杰伦曾经在康熙来了 接受小S和蔡康永的访问 爆料自己平时不穿内裤 而且还当时进行了佐证 想不到周杰伦贵为歌坛巨星汇报这个料 的确有点让人很尴尬 当然节目的尺度也很大 毫无禁忌 周杰伦爆料这事 说明他坦诚真实 的确有人因为生活习惯 不喜欢穿内裤 其实这种行为对自己不卫生 对他人不雅 这个习惯不是很好 但周杰伦是巨星 他这么爆料 可能大家都知道他不会穿内裤 不过他强调开演唱会的时候要穿的 可能担心在歌迷面前会尴尬 当然 从另一面解读明星的特殊癖好就是热爱自由 狂放不羁 作为明星来说 他们收入很高 而且对生活要求也应该很高 但这对李兰迪来说很是意外 因为他也是在节目爆料 自己喜欢吃剩饭剩菜 特别喜欢吃隔夜的面条 软软的非常过瘾 看到李兰迪的描述 他大口朵移的画面真的令人难以想象 可能过去小时候留下的深刻印象 让他对隔夜的面条念念不忘 当然从另一层面来看 他这是表达自己节俭 没有铺张浪费的毛病 是优秀的年轻人 隔夜剩饭剩菜很多人不主张吃 特别在夏天 这些剩饭剩菜不建议继续吃 因为会变质 当然也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剩饭剩菜过多 在烹饭的时候适可而止满足一顿吃食即可 七威曾经参加向往的生活录制 别人吃虾都喜欢将虾头给扔掉 但七威却喜欢吃虾头 认为里面有好吃的东西 还说成都人都喜欢吃头 七威真的在节目吃虾头 看起来津津有味 其实这个应该不能算七威的癖好 因为他是四川成都人 是当地的饮食习惯 所以发扬光大 七威其实可以没必要这么做 但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七威是个家乡宝 还保留在成都的生活习惯 七威在上海生活很多年 可能还是很喜欢吃成都小吃 好像还和老公在上海开了一家麻辣串 成都的口味都比较重 而上海流行清淡 所以这完全是两种口味截然相反的城市 何炯和黄磊在向往的生活 都提到小时候特别喜欢闻汽油味 可能他们年幼的时候车辆少 所以对汽油的味道比较敏感和好奇 再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空气污染不严重 所以大家对汽油味有好感 喜欢闻汽油味的人还真不少 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闻汽油味 千禧年出生的欧阳娜娜 在节目中喊大自己十五岁的陈伟霆爸爸 陈伟霆看起来很年轻帅气 怎么也不像一个老爸 陈伟霆纠正欧阳娜娜 让他喊自己哥哥 但欧阳娜娜就是很任性 一直喊陈伟霆爸爸 可能欧阳娜娜觉得陈伟霆很难忍 很难 所以觉得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欧阳娜娜还喊过比自己大一岁的王林凯为爸爸 这个更是让人猛圈 难道是欧阳娜娜离家太久 思念父亲过度 导致身边出现的男性都变成其父亲 这是在节目中 不是在私底下 私底下没人知道欧阳娜娜会不会喊男明星爸爸 可能为了赚取眼球 所以欧阳娜娜才胡乱叫男星爸爸吧 看到上面的动图 杨子在电视剧中 喜欢给对手男演员上演插鼻孔的戏码 有点很搞笑 大家可能都以为是恶作剧 这可能是杨子的癖好 有点让人受不了 如果手太重 会让人很难受 再说这很不卫生 想不到这是杨子的独门秘籍 网友列举了杨子插鼻孔的四大罪状 魏大勋 邓伦 李宪 马天宇都没能逃脱他的魔爪 杨子做出这个动作 像个小女孩 因为只有调皮的女孩才会这么恶搞 一般成年女子不会这么无聊吧 导演们居然纵容杨子 在剧中 给这些帅哥插鼻孔 如果哪位有鼻子使会怎么办 杨子会不会恶心一整天 所以这个癖好真的不可取 想想都让人有点不寒而栗 杨子自己看到在剧中插鼻孔 会不会认真反省 因为有些男演员要顾忌形象 真不喜欢被女演员插自己的鼻孔 有点无法接受 除非是恋爱中的男女 但这样的游戏玩多了 会渗人的 陈伟霆随时都喜欢将手插兜里 可能也是习惯 可能是一种排浅焦虑的方式 她被网友制作了很多动图 她都是在找兜 希望手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 还有网友发现陈伟霆喜欢挠屁股 这个癖好也是有点不雅 给人感觉好像不讲卫生 其实可能是化解尴尬的方式 不过陈伟霆的癖好不少 她自己可能不知道 所以一直没有纠正自己的行为 张若云在节目组爆料 郭麒麟喝多了的状态 说是听剧组里的人爆料 郭麒麟喝多了管谁都叫姐姐 这个有点可爱 郭麒麟都脸红了 前九她被八卦媒体拍到两次和年轻女孩约会 后来还发文否认自己和多个女孩约会 认为大家都是看图说话 指入尾马 其实就是普通的聚会 这都是郭麒麟自己说的 不过女孩都没有跳出来辟谣 也没有对郭麒麟 所以可能只是简单的约会 大家喝多了做出被曲解的行为 郭麒麟才26岁 没到30岁 不着急结婚 还可以多谈几次恋爱 这样可以学会辨别真伪 虽然是新二代 但郭麒麟真的是靠自己的演技出圈 所以其父亲也不是经常管教他 长大了 喝多了喜欢叫人家姐姐 这个嘴真甜 刘嘉玲在节目中爆料老公梁朝伟喜欢孤独 比如在看村上春树的作品 他会扮成村上春树 习惯去那样的氛围感受作者的世界 他不是一个人享受孤独 而是扮成别人享受他人世界的孤独 这个真的很有趣 难怪梁朝伟会获得贾纳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大奖 自己不演戏的时候 也是在演别人 梁朝伟喜欢享受一个人的世界 大家看过重庆森林 他饰演的角色就会对自己的物品说话 好像东西都是有生命 在别人看来这个角色好像不是很正常 但在梁先生的世界里 他可能认为自己不孤独 而是很热闹 因为有很多的事物在自己的身边 每个人都会有癖好 有些可能真的很吓人 有些真的会尴尬 但这些癖好可以改变 并不是无法改变 比如郭齐琳少一点喝醉 可能他就没有机会叫别人姐姐 张子怡的开棒其实也是一种减压方式 利用做事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给他及时是一种减压的 你感谢 要用超重庆森林 但是我说他还没干扰 就算过你 我可以决定 帮助务 还遵估 就算过要 现在 是 我在 五大 好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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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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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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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